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火菜园 今天是2021年的5月10号 我们这里是加拿大的温哥华 最近天气逐渐变暖 所以后院菜园种的菜每天都会有新品种陆续成熟 那么就在昨天采收了今年3月春波以来收获的第14种蔬菜 它就是红叶生菜 这种普通的生菜成熟时间非常快 通常1.5个月到2个月就可以成熟 去年种的是大绿叶生菜 5月播种,6月采收 那今年我们把播种的时间提早到3月初 所以现在5月初就已经开始采收了 而且今年种植生菜的方法更简单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生菜的全生长期 夜间保持最好不要低于零下 白天最高气温最好不要高于20度 因为温度过高会导致生长缓慢或抽台 快速地回顾一下种植红叶生菜的全过程 3月初播种,当时还是在双冻期 所以覆盖了简易暖棚 由于温度过低,种子用了12天才发芽 又过了10天才长出了滴对真叶 又过了10天 这些生菜的真叶逐渐变大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5月初 我们决定先采收一小部分的生菜 给旁边种植的莴笋一些生长的空间 所以仅仅是采摘了这一小排的生菜 就已经装了满满一盆 可以看到这些生菜发芽率极高 生长的也是非常的茂密 所有的叶片几乎可以说是零虫害 从播种到采收,没有施过任何肥料 看一下这些红叶生菜顶部 见到阳光的地方是红色 而在下半部分不见阳光的地方是绿色 而且种生菜有一个好处是受到虫害的几率较低 所以在这里特别推荐给那些新种菜的朋友 只要您所居住的地区 气候温度条件许可 那么种生菜是绝对要尝试的 除了种植土中的底肥 整个生长周期不用额外施肥 不用考虑虫害带来的困扰 不用育苗,不用移栽 直接撒种就行 也不用建苗 唯一要做的就是定期浇水 这就是为什么说生菜是名副其实的懒人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